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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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这一口模型最大的问题 胸甲上方的红色条团标志零件 这个地方是一个斜着进去的滑槽 因为高高本身开膜精度的问题 就导致这里的误差非常大 而且会有缝隙 肩甲为了以防万一 个人建议直接站在肩甲的骨架上就可以了 胆部骨架前后盒的零件 这个地方也是需要用胶水进行加固 同时胆部前端的白色零件也建议加固一下 大腿部分的外甲也是需要用胶水进行加固的 除此之外 这一款模型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太需要去处理的地方 其实各位能发现 大部分问题也是高高HE铁血的痛病了 上山胶水也能解决 再来我们看一下狼王的具体素质表现 头部天线依旧建议各位进行锐化 把天线两色多余的部分全部消掉就可以了 虽然高高最近的东西都还比较不错 但是这个黄色零件依旧不太行 又肉又油 细节还比较模糊 非常影响整体的观感 你说你白色零件细节都做的那么好了 怎么其他的就拉了胯了呢 眼睛部分的浮雕细节非常的清晰 由于贴纸拉胯 所以直接选择笔图补色也是可以的 最后的效果也还可以 绝体龙这一次的科兴我个人认为是稍微的有些粗的 各位可以选择性的进行深陷 至于一条或者两条的问题 之前天狼的视频我们已经说过了 这一次就不再拘束 整个头部依旧是通过了PC件进行连接 张体的活动性以及几致程度还是比较可以的 整个胸部造型比较张扬 看上去攻击力会很强 肩甲相比较天狼座会少一些细节 蓝色连接件上方的黄色条纹都是采取了贴纸进行补色 并且蓝色零件也是能够进行轻微的活动 整个手臂都是新规的零件 同时套件里还会剩余部分的通用手臂骨架 手臂和胸部的连接也是新规的零件 并没有使用原本的PT件 而是直接使用了硬质塑料 因为这一个改动就直接解决了HG铁血骨架手臂松软的问题 这个地方的紧直程度可以让手臂轻松举起大锤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而且也不会拖出 但是因为不是PT件 所以这个引出关节就几乎是没有了 同时因为这个地方的阻力感会有些强 各位在宝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 毕竟我万代的HG狼王也是这么断的 狼王的整个手臂相比天狼的延长是做出了巨大的更改 整个手臂异常的巨大 并且在手臂下方还有隐藏的机械臂提供 可以翻着出来用来握持其他的武器 同时这个地方还要用来固定的小夹子 以能够挂在这一口梦星所提供的巨大的锤子 手部也是狼王的招牌武器 这个标志性的爪子实在是太对味了 但是手指的黄色还需要各位玩家自行补色 这个就比较麻烦了 造型手提供了掌型和握持手型两种 但是只有一对手背甲 我怎么记得万代是两对呢 我记忆错落了 并且这里边也是继承了万代手背甲比较松的问题 尤其是在握持武器的时候 很容易就会被吹饼给提出来 群甲这一次处理的最好一点就是侧群下的PT件 他终于把尺寸给做对了 高高HD铁血终于有一个侧群甲补掉的了 谢谢你高高 并且侧群甲的细节也是比较到位 相比较而言 确实是高高里边比较好的一个 腿部更改最多的还是小腿以及整个脚部 这个地方的贴纸和天狼是基本上相同的 但是相比较天狼而言 狼王的腿部造型和脚部会更加的张扬也会更大 整体的接力性也会更好 背包部分也是舍弃了原本BOTOS的机械臂设计 改成了用来搭载尾巴的造型设计 中间的部分是可以进行上下活动的 尾巴最大的问题就是贴纸补色 但是好在这个地方都是平面 比较好补色 别用贴纸的直接补色吧 尾巴是可以进行拆除 然后安装铁丝进行释放 这一次高高提供铁丝貌似问题比较大 但是我这个直接插进去就尖得进去了 可能是我中奖了吧 或者这里边各位也可以找一些别的铁丝用于代替 最后也就剩下了武器部分 武器只有一把狼王专用的锤子 虽然只有这一把 但是这个锤子的体积还是比较巨大的 锤饼也是可以进行拉伸 但是这个拉伸的部分稍微的有提醒 各位一定有注意 同时锤子还提供了专用的连接件 我们直接插在连接件 然后把连接件挂载在当幕后方的卡榫上 就可以进行挂载 最后我们简单说说可动 因为主体新规的零件是比较多的 并且最重要的手臂是进行了PCR的替换 球形关节也会更大 所以整个HG铁血最大的问题就被解决了 同时这一套骨架也可以套用在其他HG铁血高达里面 所以买一台高高的天狼座 去给其他的HG铁血配上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综合来说 这一款高高HG狼王对于玩高高的玩家来看 这款模型确实是可以的 主要就是关节紧实 把玩是比较舒服 武器虽然不多 但是可玩性要比天狼座多很多 同时如果有多余的武器也可以给狼王用 毕竟机械臂确实可以挂板 可动说完了 我们再来说说板件以及组合度 这款狼王只有白色板件是好一点的 刻线比较清晰 但是部分位置的刻线依旧是做了阉割 和万代是有区别的 其他的板件是比较油的 并且比较肉 所以最后的观感还是需要去好好处理一下 整理的组合度还算是比较好 综合来说 这一款模型适合把玩 适合补件 20多元的价格还可以 但是这个还可以 仅仅只适用于玩过高高 或者习惯高高的朋友 那么本期的C和我们的分享 到这里就已经全部结束了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五见五散 拜拜